我覺得個資這個東西 不但是牽扯到這個隱私 更重要是這幾年 為什麼個資外洩的事情 一起這麼大 大家非常擔憂 因為我們知道這幾年 詐騙的案件非常的多 你知道所有被詐騙的人 像我每個禮拜三的晚上 我們的服務處有辦法律諮詢 大概一個晚上會有來 大概30個民眾左右 不誇張 大概20到25件是被詐騙的案子 那裡面甚至於有一些 比如說他是在非常的高層單位 或者是非常高的 學精力退下的人 然後當我們的律師跟他講說 你是被詐騙的時候 他怎樣都不可以相信 他說如果我是被詐騙的話 我真的要去跳樓了 那這麼多的詐騙案 其實個資這件事情的把關 就很重要嘛 那前一陣子 我待會兒再講這個部分 前一陣子我們記不記得 還有講的華航疑似 好像也是把這個個資外洩 我記得我的名字 還被登在上面了 我也有啊 對 你也有嘛 好像我們兩個起來的 趙先也有 對 我們的名字在上面 不過後來華航的那個 有公關人打電話給我解釋 對 他有來解釋 他也到我辦公室來解釋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 好像是不消的人士 要來威脅他們 然後故意說是被流出去的 等等 那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但是他目前是說 華航是說實際上 資料不完全一樣 這是就先勒索華航 華航不給錢 然後再說我要跟你宣佈 然後他說如果你不從的話 我就會再公佈一批 以證明說你華航 的確是有這個 各自的名單外流 你看像這個就引起 我們當時 我們變成是各自外洩對象的時候 我的那個心境想說要不要改密碼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狀況等等 所以各自是很嚴重的 你看華航這個事件 都還在爭議中 或者是這個有不消耗的駭客 要去就是要去 反而要去詐騙他 那我們健保署 如果真的是有這樣子販賣 各自的行為 華航還是人家進去的道 他是自己弄出去了 可不可玩 就公園 而且現在看起來 如果長達十三年 都有這樣一個狀況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不是一個就是說今天民黨 這個綠委出來 歧怒說政府內控失靈就可以去帶過的 那而且這案子中間有些很奇怪 我覺得現在好像媒體好像辦案 有些人走在檢調前面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周刊報導出來以後 我們要講說 如果他周刊報導出來以後 的確有這樣的事情 結果我們是政府後知後覺 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這一次的辦案的過程又很奇怪 我們剛剛說那個阻密 我們說他的這個涉案的情況 在這個週刊當中說的蠻清楚的 再加上他被發現 其實他在這個海外的資產 也有一些異常 可是我們看到他其實是無保 對不對 他是無保 那另外一個課長 他十萬就交保 那如果說是這麼嚴重 那這個案情 他為什麼會是無保 我們覺得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回頭過來看 數位發展部唐鳳 其實我們有一個所謂的這個網路高手 資安高手在 那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發生事情了 沒有辦法給國人一個明確的交代 沒有辦法究責 然後在預防這件事情上面 根本就是沒有看到任何的預防 這個這個措施在 所以我想陸陸續續 恐怕如果真的要盤點起來了 我懷疑啦 不只只有這個健保署 有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是被害進去的 我們的資安 其實要再去想想看 怎麼樣去防範 那如果是人為的 那這個真的是要好好去查處 真不能輕重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